1.太过主动的男生一般情感经历较丰富,也更容易不走心,跟这种人交往,需要加大考察力度。 2.给你花钱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,但是不舍得给你花钱,一定能说明问题。 3.一个男人越是谈论什么,就说明他越是在意什么。 4.不要太夸确定恋爱关系,试着抛开对方吸引你的点,多了解一下其他方面再做决定,毕竟你也不想第一天谈恋爱,第二天就分手对吧。 5.为一个成年人,理应对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,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,不要轻易说分手,但说了之后就别再挽回。 6.成年人的感情世界不要歇斯底里,不要咄咄逼人,成年人之间得学会诱惑,得学会制造惊喜,得学会给予,对方想要什么,你就给他什么,跟做生意一样。 7.抓住对方痛点,满足对方,但不要委屈自己,低声下气,你得学会告诉自己,这样做是你强大的一种表现,让对方开心,让对方离不开你,想找你,依赖你是你的本事。 8.做到这样的心态和动作,你放心,你爱的人会爱你倒不能自拔。 7.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,但是太难了,那必须是爱到可以为对方付出生命吧。 8.男人都靠不住,男人心海底捞,丰富自己的才是王道,无论是从外在内在,为一个男人一蹶不振,对得起爸妈妈,好好减肥,好好护肤,好好睡觉,睡不着也要睡,哭也要睡,学不进去也要看书,身体是你自己的。 9.除了你朋友你爸妈,没有谁会心疼,他更不可能心疼。 9.恋爱里有两个度非常重要,一个是愉悦度,一个是舒适度,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和舒服。 9.如果两人之间的摩擦和吵闹,没有得到根本解决,那么当爱情的甜蜜,无法填补于愉悦度和舒适度的丢失时,爱会逐渐消磨殆尽。 10.前任说什么你都不要信,人总是在不断自己打脸,你可以说老死互相往来,但你会发现对前任念念不忘,的你或者突然好想你,的他在不断地打自己的脸。 你也会发现分手时难受,的说,要单身一辈子的前任在过了几个月之后,找到了新的追求对象,你会逐渐承认爱过的他是很对的人,却不是那个最对的人。 11.爱情的产生和维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,两个人之所以走到一起一定是有共同点和共同语言的,但是为什么觉得越来越不同,差太多,可能忽略了某些问题。 12.毕竟在爱情开始的时候,主动找话题和你聊的是他。 12.当他开始嫌弃你不温柔的时候,其实就是不怎么喜欢你了,当时说的非礼不可只能听过就算,你要当真就输了。 13.女生一定要好好见世面,不能请你吃个饭看个电影,就傻呼呼,的觉得他对你好,女生一定要好好见世面, 不然给你赚个5.21,赚个100块你就知足,女生要比男生想象的贵很多。 14.女生真的不要太做,不要幼稚地做一些删除好友,的事,不要轻易说分手,久了男生真的会累。 15.对于大多数的女生来说,在一起越久越,容易更加依赖对方,而男生则偏偏相反,但我还是想说,请多爱自己一点,你爱的那个人才会更爱你。 16.永远都要对自己更好,无论在一起多久,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,定期的跑步,读自己喜欢的书,看自己喜欢的电影,有自己的朋友圈子,这样在对方忙的时候,你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,每个人,都是独立的个体。 16.有时候,感情当中,理智一点,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。 16.在稳定之前,不碰感情也无妨,努力让自己更优秀,毕竟填补心里的一个窟窿要耗长的时间,年轻的你没有时间经历,再去痊愈一场大病了,遇到真的合适的人,好好把握,一起进步。 17.这个世界上,真的会有那么一个人,你的缺点在他眼里都是优点,他会爱你像爱他的生命一样。 18.不管你再喜欢那个人,如果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,你都不开心的话,尽早离开,不要舍不得,因为会有更适合你的。 19.颜值只能吸引一个人,但无法留住一个人。 20.不要装不要假不要细精,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,没有那么善良,就不要装成一朵白莲花,也没人要求你必须这么高尚,做真实的自己才会遇到真实的爱人。 21.从有感觉到动心,从喜欢到爱,从爱情到婚姻的坟墓,要学会一段段的来,不要依,下次就跳,会一下子特别压抑的,让人痛苦的,往往会合想的是想法的。 22.不要去要求他成熟,见飞等,既然你喜欢一开始的他,既然想跟他过一辈子,就别为了自己的虚荣,去要求他干什么,毕竟,你自己都不是那么的优秀。 23.不要让他一个走夜路,外面,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安全,记得,无论什么时候,要抓紧对方的手,别松开。 23.或许,一松开,就像纸哈士奇一样,撒手没了。24.女生的心思很难猜,并不是他想让你猜,只是,他希望你能多在意,再多在意一点。 25.不要巨婴,不要巨婴,不要巨婴,不是爱你的人,就一定要把你宠成小朋友,大家都是成年人,都有心累的一天,再好看也没用。 25. 嫡蠢 25. 猿